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原始会员给你们一个特权 有任何关节养护的问题统统告诉我们 帮你们一站式问诊解决 好不好 我这个左手的大拇指的关节天一凉就特别疼 不能着凉水 一着凉水 钻心地疼 只要是现在出门就得戴后手套 不然就疼得就受不疼 特别疼 拇指关节主要是手部的关节疼痛 是吧 对 就现在这关节活动就受限着 就不感觉就特别疼 连续呢 我跟叔叔差不多 叔叔是上半截 我是下半截 拇指的指根双侧 可能是因为白天打电脑 晚上刷手机刷的 有时候就僵住了 活动受限 有的时候它不光是这个拇指的这个指根点疼 有时候带着这一条线都这么疼 我是抱啊 看手机 累着了呀 或者是受凉的时候呀 它就会疼呢 你看 这有个大包呢 鼓个大包 那这包还挺大的呢 还特明显 它也会疼那种酸疼嘛 那种酸成这样的疼 李阿姨 您呢 你有什么不舒服吗 我呀 就是这个腕关节疼 哎呀 招量都特别疼 特别是这个腕关节 就是这么活动 特别特别地疼 第一批客人啊 真的是很给面子 有这么多问题交给我们 让我也是压力很大 但是还好 能挺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店长特别地厉害 他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 我们有请主任医师曹伟主任 掌声欢迎 曹主任 您好 您好 兔花 欢迎 欢迎 您好 您好 曹主任好 应该叫曹掌柜今天 我们的这个客户的服务范围是怎样 咱有没有一个标准和要求 我的这个专业叫风湿免疫专业 大家可能侧重在前面 大家老百姓都知道风湿 然后后边免疫就是免疫系统的急患 包括狼疮 干燥 我们的血管炎 然后这些其实都归我们科 但是如果用一种特别通俗的说法来解释我们这个4S店的主营的这个业务的是什么呢 我们管它就叫骨内科 如果不动手术的跟骨和关节相关的都可以到我们这个4S店里来修 我们四位朋友说的 我听了听啊 有轻 有重 那么有的呢 时间已经很长了 然后也有的呢 可能是因为老损像连续这块手机用多了以后出现了这些症状 对 所以呢 我们都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这个事 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只要是关节出现了持续存在的一些症状 或轻或重 就希望大家得到我们4S店里来 稍微的我们来帮助提供一些服务 可以给予一些指导 太好了 所以说呢 各位到底你们适不适合来我们店 来保养我们的关节呢 各位来自查 自我判断一下好不好 首先你看啊 是否经常频繁重复使用关节 第二个 是否经常进水 第三个 经常待在低温环境 以及最后一项 年龄超过30岁 我满足两条 第一条和第四条 第四条是超过30岁 现在已经半六了 再说我这个职业呢 是司机 我开了有几十年的车 所以我这个颈椎啊 肩啊 还有这个腰椎啊 都不是太好 现在呢 退休了呢 车不开了 可是呢 我呢 又喜欢上那个弹那个中软了 所以呢 这弹中软呢 都要用那个拇指这个 去拖着这个 对 看您的这个左手的拇指 就顶着这个琴的颈部这块是吧 对 它得拖着就是掐着嘛 一开始练的时候啊 这个力度掌握得不太好 可能就是利用的力太大了 因为每天练三四个小时 练的时间有点长 所以一练长的时候 这个又对关节都特别特别疼 疼完了之后就就歇会儿再揉揉 是 缓解一下之后 接着接着练 我跟您几乎差不多 我也是第一条和第四条 岁数肯定就过了 39了 今年过完年 频繁使用关节是我经常的 对 就改不了 现在晚上睡觉 我估计大多数人都这样 白天是跟家敲键盘 各种用电脑 但单位敲键盘 对 晚上呢躺床上睡不着觉 就开始刷手机 是 完了 尤其是现在这手机左右一翻 还就是大母哥一扫 来不来去 这么扫 所以特别累 而且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 没事的时候我就弄盆颈 这盆颈也麻烦 你得有盘扎 给它缠上那个铜丝之后 你得比如转啊 帮着它拧 给它做造型 也经常会费到这个 腕关节和就这个大拇指 当时你弄的时候可没什么事 因为你那心劲在这儿呢 就跟您谈那一样 一摁那个麻烦 时间一断了 对 可时间长了 一盘盘一个小时两小时 又老得时不常发力 有时候你自己弄的时候 就得憋着劲 所以弄完了之后 这个尤其是就是老疼的这一串 就都疼 问一下林立 咱满足几条呢 基本好像都占了 因为工作的原因 敲键盘 回家也是玩手机 你在那个做饭呀 干嘛的 您现在有小孩贴身的衣服 您就得搁手洗 您不能搁洗衣机呀 您就得搁手洗 三日怎么回事 这个低温环境 您是做什么工作 我们家都美的呀 虽然现在不经常回去了呢 但是呢 就是说小时候也没少挨动 对不对 那个无里无外的气温 就是特别的 就是温差特别大 对 对呀 那最后一条呢 就更不用说了 那肯定是超了呀 都占点了 好 李阿姨您呢 我呀几乎全站 原先洗衣服 不用洗衣机 我想洗衣机 洗的不干净 就用搓板搓 就现在是不用了 就是洗菜呀 洗啥的 都是经常 这手泡在这个水点 而且是凉水 我也是东北人嘛 在经常在那个低温下 而且隔老婆婆家 做饭呀 就洗菜呀 全都在外边 她是住平房嘛 那时候叫院头 就是那个 就洗菜呀啥 回来就是那个动 脸的手都拿不中刀 就是说那个关节 这手啊 就特别特别的 动物了 都动物了 就是都不会 就没有知觉了那种 所以都不是低温环境了 是冰冻环境了 对 冷藏环境了 是 想问一下我们店长 店主啊 这个刚才四位 讲了很多 他们的这个 符合的情况 您听完之后 您判断 他们有哪些关节问题呀 那我就先那个解释解释啊 为什么我们把这四条 作为我们4S店的原则 那么首先第一个 重复使用关节 大家都知道 我们汽车零部件 使用多了以后 肯定就有劳损 其实人也都这样子 我们的四肢百害啊 骨骼关节 经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的这个使用以后 肯定就会出现劳损 尤其呢 可能你会频繁地 重复使用关节的时候 比如说像陈叔叔那样 我们的这个弹奏乐器 我们广安门旁边 挨着七变门 七变门那有那个 中央音乐学院 我们有一位 80岁的老教授就过来 当时就是手关节 就跟陈叔叔一样 手关节为什么 弹钢琴 其实80岁了 其他的关节 可能都会出现 但他的手的病变 是最严重的 因为他常年累月 包括他的爱好 他的兴趣 他的所有的事业付出 全都在这上面 所以肯定手的 老损是最多的 那么后边我们李阿姨 刚才说过 也会比较明显 那么就是陈叔叔李阿姨 可能这一点上 比较典型一些 第二个经常见水 我们广安门挨着 南边的南线阁 那边有一个咱们的造壁厂 就是印钞厂 那个时候印钞厂很大 我们但是印钞厂的女工 经常到我们这来 为什么呢 咱们印出来的那个钞票 都是需要经过水 一系列的水的 这个环节操作 所以时候就过来以后 发现在他们印钞厂的 好多女工的那封尸 患病率就是高 第三呢 是经常待在低温环境下 确实 我们科里呢 就是封尸科 刚才说过也叫古内科 从古代就有一个 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说法 叫做封寒尸三气杂志 合而为必 但是在这里边寒血 是主要的治病因素 第四点 大家就有点疑问 你说老损吧 都得七老八十才能老损 实际上不是这样子 年龄超过三十岁 这个事情是我们 刻意要放宽的 我们封尸科冬天 来诊的时候 是患者的旺季 天气一凉 关节就疼 但是现在夏天也很多了 因为夏天的空调 用得太多了 然后呢 有这种空调环境 骤冷 骤热的环境 就容易产生风湿性疾患 有好多的年轻的女孩子 平常的时候气血不充沛 甚至于我们穿的 平常比较爱美嘛 穿的少一点 昨天还有人提醒我 说最近北京骤降气温 一定要保暖 别穿的 别觉得太精神 别图那精神 要注意保暖 店长自己也会 美丽动人一下 我也会 也要注意保养 所以这四条 是我们入组的主要原则 想问一下主任 刚才我们都在谈到 我们四位嘉宾的这个问题 我听来总结 基本上就是在一个部位 手很突出 为什么手部的关节 这么爱容易出问题呢 因为我们的手部 进行的所有的工作 都是最多的 最精细的 所以它的劳索也会最多 第二个 您比如说 我们的上肢 要承载很多的 灵活性的东西 我们年轻的妈妈 还要抱孩子呢 所以抱完孩子 我们上次我的门诊 就有的 有个姑娘就告诉我说 可能是抱孩子 时间太长了 手腕子就特沉了 是这种情况 咱妈妈手 对 第三个 就是因为 我们中医管 这个手和脚 叫四末 因为手脚暴露在外面 我们叫 连气血不充沛的时候 首先会 咱们说黄鼠狼 专咬病鸭子 是吧 所以暴露的部位 然后呢 就是容易受寒的部位 可能那个气血 就是最不畅 而且是最远的 我们的在肢端是最远的 所以呢 容易受风寒气息以后 导致叫四末不温 就是手和脚 是最容易出现一些症状的 那今天 店长 咱们就先从手做起 好不好 好 我们今天呢 介绍的方法 手关节的这个 有呢 保养的办法 同时还有一部分呢 是治疗的措施 那么就像 咱们说4S店 然后呢 小的 我们可能叫保养保养 大的呢 我们叫动一动 所以呢 今天我给大家带过来的是一些 给手关节上上游的方法 我先给陈叔叔 送一个缓解的方子吧 因为是这样的 包括连婿 还有我们那个美女 那么他们呢 是占属于 还是稍微轻一些的 那么李阿姨和陈叔叔 这个呢 老损呢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它会偏重一些 有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我们一般的用一些 中医的处方 来进行缓解 好 那我们就先请出 今天的第一个上游方 手部关节的上游方 有请我们的神秘的方子 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中国红行动 独家冠名播出 好 那我们就先请出 今天的第一个上游方 手部关节的上游方 有请我们的神秘的方子 来 那么这个方子呢 是针对陈叔叔的 手关节的方子 我们简单的 起了一个名字 叫桑桂霜乌方 很好记 桑桂霜乌方 这里边呢 重点的药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边啊 重点的实际上是 桑枝 桂枝 川乌和草乌 这四个药 所以都在这个方名里边了 桑枝和桂枝呢 走上枝 桑枝呢 可以去风湿 立关节 而且是平平的 我们老年人有的时候 会有一些内热 比如说会有口苦啊 口干啊这些情况 我们用一些太热的药呢 可能会助纣为虐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用一些 清平一点的 像桑枝 它走上枝 所以我们就是很形象 陈叔叔刚才用的手 用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走上枝 桑枝 桂枝 这是最常用的 我们桂枝 有发汗 解肌 温通经脉 助阳化气 桂枝是新温的 偏温的 它也是走上枝 最常用的一个药 剩下两个药 我们叫川乌和草乌 我们再看看草乌 大家看到了 差了一个字 但是呢 功效八个字 全都一样 去风除湿 温精止痛 那既然基本都一样 为什么非得是两个 川乌草乌同时有呢 是这样的 它们虽然是一个 这个药物的品种 但是呢 它们的功效上略有差别 我们的川乌呢 产于四川 那么在那种 就是阴寒潮湿的地方 出来的这个 道地的药材呢 它的温精效果 温阳效果非常好 而草乌呢 它侧重在 我们说是叫野生的乌头 那么但是 它的真正的功效 它止疼 散寒止痛的效果非常好 它们还是有点区别 所以我们把川草乌呢 共用一个更加温阳 同时加重止疼的效果 它可以内服 也可以外用 但是内服要注意剂量 而且呢 它会有长期服用 会有一定的毒副作用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为了减轻淡的毒副作用 我们用一些外用 所以这个方子 是外用的剂量 这不是喝的 这是给陈叔叔 泡手用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剂量 桑枝20克 桂枝20克 汤汤15克 汤15克 还有红花和防蜂 都是15克 防蜂呢 可以驱风通落 我们的传统的玉瓶风散 里边就三味药 生黄旗 草白竹和防蜂 所以一般受风受寒的时候 尤其是上枝 我们愿意用防蜂 还有红花呢 是物美价廉 活血通落 效果非常好 这是普通的草红花 咱们这个具体外用怎么用呢 大家在家里都能操作 所以呢 我们可以让陈叔叔来试一试 你看陈叔叔来着了吧 新店开业第一天 现场免费体验 有请 我们的三贵商工方 已经摆放妥当了 是不是 陈叔叔 咱们就先体验体验 这个店长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体验 就这么往里放就行吗 陈叔叔 您回家以后 咱们家里有那豆包布 或者是家里的那种纱布 把这个药 您把那一副药 拿出来以后 放在豆包布里 赠一下 您把它放在锅里 然后什么锅 不锈钢锅 什么的 都是可以的 然后加水 记住您的水不要加太多 您比如说家里有这么大的盆 能够没过那个手就可以了 所以您估摸着这个水料 放在那个锅里的时候 一起煮 开锅就行了 记住 两个二十分钟 煮二十分钟 泡二十分钟 非常简单 您拿手先试试 这个水热不热 因为老年人 有的时候皮肤不太敏感 然后呢 所以您先试一试 您现在摸摸看看 不如试一下 还行 还行 如果还可以的话 您就把两只手 泡在里边 然后咱们这药包 可以稍微靠边一点 对 然后呢 您慢慢地来试试 好 要是手指关节难受 是吧 对 那您就泡上手指就行了 如果要是手掌 建议您就再加点开水 把它没过去 这一到手掌就可以 因为您加的水太多了 容易太稀释了 要笑就受影响了 今天泡完了 比如泡20分钟 陈叔叔 放边上 明天倒在锅里接着用 因为咱们泡手之前 手是干净的 对 然后呢 您泡完了 明天还可以接着用 还可以再接着用 别浪费 您还可以 这个药袋啊 还在这水里 好吧 然后呢 上锅开了 关火就行 您再接着泡 一般一副药 用两天 我是建议陈叔叔 如果您退休在家 练习完了以后 您泡一泡 即刻缓解 还是不错的 一天我们可以泡一到两次 如果您的症状重 咱们连续每天都泡 如果症状不重的话 一个星期泡个两次 三次就够了 您看这个泡的时候 是不是我可以揉揉它呢 对对对 是的 您要快点搓 然后呢 可以揉一揉 要不然的话 您的手关节僵 局部哪个关节疼 您就快一点 轻轻地搓一搓 然后呢 屈伸 叔叔 咱现在泡了大概有五六分钟了 您此刻的感觉怎么样 可以有一股 热流感觉是要通的感觉 是 活动也比较 能有比较 能活动 感觉又可以弹琴三个小时了 泡手五分钟 弹琴三小时 您这个可以 缓解多了 这样叔叔 您呀 泡嘛二十分钟好不好 好 这样咱们回座位 您一边泡一边听 好 我给您端过去 我来 服务道位 服务道位 来 谢谢您 谢谢您 这个手部的关节 除了我们泡药水之外 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在平常 更方便更便捷地 去做一点小保养 小养护吗 这是临时缓解 这个关节疼痛的 这个中药处方了 但是呢 如果有一些轻症 比如说像连续刷手机 然后呢 像我们的林烈 洗完了这个孩子的东西 衣服啊什么的 这有一些发僵啊 发胀的这些情况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 小的锻炼的妙招 怎么锻炼呢 主任 我们要进行 手指关节的上游操 叫握力锻炼 这个具体是通过 什么样的方式来锻炼啊 主任 我给大家带了一套 来 都试试 在我入职的时候 我应该是96年 96年进到科里 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进到我们科里去的时候 我们科那时候 加大业的 还是挺不错的 为什么 整个一个病房 除了那块 我们的中厅 是我们的一个康复室 我们那个康复 有好多康复器械 我曾经见过的啊 手上有好多的 那个我们的小柱状 然后呢 有一个梯形的 这个手部锻炼器 那时候记忆游身 说明什么 我们的风师 跟中风一样 除了要吃药 还要进行锻炼 康复在后期 对骨关节特别重要 所以呢 我们先从手上 举例子来说 好吧 现在退货 我们科现在没地儿了 我们就诊疗桌上 非常简单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器械 就是这个叫握力器 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握力器 但是我个人呢 更钟情这种 是什么意思啊 图画你先按一按 你先给我说说 它们四个里边的区别 你先说说你的感受 这个黄颜色 蓝颜色 绿颜色 你先说说你的感受 主任 是我的错觉吗 是我这么快就没劲了吗 怎么我从黄色的 捏到这个橙色的 越捏越费劲呢 先问问咱们几位朋友 你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就是有的捏起来特轻松 嗯嗯嗯就捏 对 但是你看这橘红 那是最硬的 对 就是你还有那么大劲的话 它就只能变成这样了 它这个韧性不一样 对 看来不是说 我这个耐力不够强 一会就累了 而是我们这个 四个小圈 内藏玄机 是吗 主任 图画说得太对了 这个内藏的玄机是什么呀 它的力量的磅数不一样 我们力量的力学是论磅的 那么最简单的 咱们看颜色 然后最简单的 最柔软的 这二十磅 那么特别简单 特别轻松 一般的我都不 我都不用 先从蓝色开始 三十磅 三十磅 三十磅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三十磅 我可以捏到底 再松手 对吧 捏到底再松手 这个我捏不到底 那么首先第一个 力量不一样 练习的这个力量不一样 说明一个原则 我们的锻炼 是从浅到深 从易到难 然后呢 各取所需 这个咱不能就这么着玩它吧 这个具体是怎么样做我们的握力锻炼上游操呢 确实如此 所以呢 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能这样无效的 无效功 这叫无效功啊 咱们说捏到位 一下是一下 再松开 按紧 再松开 这个是我们的原则 比如说这个三十磅的圈 我们拿的时候 把它握在手心 然后呢 按下 最好是中间上下 把它按扁 按扁为好 然后松开 看见了 松开手 然后再按 再松开 每次松的时候 稍微的 在下一个动作之前 稍微的空一空 这样子 我们就叫 一下 试一下 对 大家练习的时候 就觉得那个橡皮圈 在刺激你的局部 我们的手部的穴位也很多 同时刺激完了以后呢 就是说血管 从 被压迫 压扁的状态 然后呢 再放松 所以就刺激血循环 促进气血循环 保证气血畅通 实际上 我们的手部 为什么发僵啊 就是叫 气血不容 您 气血不通畅 气血不充沛 不足了 叫 气虚麻 血虚目 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气血不容 则发僵 那么在这时候 要畅通气血 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 用这种锻炼的方法 起码起到一个 活血 这个促进血循环的作用 然后当你练习到 一段时间以后 您比如说 我已经很接受 这个程度了 您可能再换下一个圈 我只提醒一点 以不疲劳为度 不要一口吃一个胖子 每天练习个两三次 就可以 疼的时候休息 不疼的时候锻炼 我们四位嘉宾 咱们都试一试 主要您看一看 他们的这个手部的表现 您判断一下 他们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 最佳的那个力量了 就不用再往上加了 我看见刚才 要像连续这样 刺牙咧嘴的 这样不适合 那个还得降一个档 你要降一个档 对 连续得降一个档 降成大概 绿色的这个小圈 40磅 40磅左右 陈叔叔呢 多么的自觉 左手泡着药水 右手跌着小圈 叔叔大概也是40磅左右 我看什么 40磅左右 你同志我估计可能 你那块是觉得 哪个最舒适 要说舒适是这个最舒适 这个不可以选 太舒适的 这样起不到这个作用 白色的这个30磅的吧 这个是 这30磅呢 我觉得还是还可以 因为接受得了 然后一松手的时候 就感觉那个 瞬间这个血液 像爆开了一样 然后那个 现在手心呢 又还又微微冒汗了 李阿姨呢 我觉得这个舒适 这个也还行 这也是第二级别了 蓝色的也是 是的 我们的起步级就是30磅 然后呢 基本上你要达到锻炼的目的 那么一定要 给自己一点点压力 首先第一个 这个握力圈 那么它可以涵盖整个手 所以你所有的手指 包括指尖的指腹 都会被压迫到 然后呢 第二个它有刺儿 那么它可以按压一些穴位 所以呢 它呢 是一个比较合适的 这么一个锻炼的 这个我们手部锻炼的 这种器械 想问一下我们陈叔叔啊 您说我们这一环节 这个收获最大的 左手泡着 右手捏着 感觉指关节 有什么变化没有 泡完之后 这个手指的疼痛感 感觉就好像消失了似的 活动也灵活了 现在都可以这么活动了 是 刚才这样 现在都可以这样了 所以陈叔叔您锻炼完乐器 您就把它舒缓一下 效果就会好 好嘞 好嘞 谢谢您 我们呢再给您一个礼物 把这个方子 由我们的主任 亲自送给叔叔 好不好 好 来 辛苦主任 手写的我们的第一个 把这个桑桂双屋方 给你送给 陈老师 谢谢您 好 谢谢您 谢谢 谢谢您 好 我们的手指 都特别疼 就是比如说您看 您像我就能 手腕往下压 不敢 我是因为啥那个 我这什么都干过 我当过厨师 自己家开个饭店 颠勺 对 那个大勺可沉了 是 特别沉 不是像咱家 那个普通那个勺 它那个勺是纯铁的 对 大锅 带饭勺带啥 再炒 想问一下主任了 主任您说这个手指 我们总能够想到 看现在冬天 因为总是要玩手机 不太戴手套了 不太方便 手指在寒风里 容易发生风寒的现象 那像这个手腕 您看 我们都藏在袖子里头 它怎么也会有 这种风寒的痛感出现呢 手腕有两种原因 那么一种原因 就是像刚才李阿姨说到的 经常颠勺吃力 然后这个引起来的 相应的这种气血不畅 我们说不通则痛了 这是一个老损 第二点 我还得想请 这个有一点疑问 还得想请李阿姨 得去做一下建议 到医院去化验一下 肋风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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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有肋风湿 在手腕部出现呢 肋风湿关节炎 也是属于风湿的一种 大家其实最怕的 也是肋风湿 会严重地影响您 退休以后的生活 肋风湿的病人 它会导致关节的残毁 破坏 所以呢 就是大家都非常重视 特别怕得肋风湿 而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肋风湿关节炎 我们经常犯在 手脚的小关节 90% 手发于手腕 就是因为我们的关节 肉不多 皮薄 肉少 但是它有滑膜 真正的肋风湿关节炎 所有的炎症 我们管它叫 无菌性炎症 没有细菌引起的 它是一种 免疫系统的炎症 它这种炎症犯在哪呢 犯在滑膜 那么滑膜在哪 所有的关节 衬里层 就相当于咱们 现在冬天 穿的衣服 里边要有个衬 那个衬里层 就叫滑膜 那么滑膜发炎了 才会导致 一系列的 关节的肿胀疼痛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手腕子 活动是最灵活的 你看咱们全身 能够360度的 能有几个关节 真是啊 我们一个手腕子 八块腕骨 竟然叫做 从里到外 周月三角豆 大小头撞钩 我们八块腕骨 才能保证 这个手腕子 这么大幅度的 这种运动 那么在这种活动下 对咱们这个手腕子 对我们的生活质量 那就是太关键了 是 所以手腕子 这个炎症 在于滑膜 所以说主任 今天咱们怎么样 对万关节 来做一个上游的操作呢 我们还有一个 关于上游的处方 好 我们来请出 今天的第二个上游方 关于万关节的 有请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好 我们来请出 今天的第二个上游方 关于万关节的 有请 这个处方叫 清贵双喜方 根据我刚才 刚学的经验 是不是这个清贵双喜方 就已经透露了 我们的配方 到底是哪些成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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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边就特别强调一点 是什么呢 清 清贵 然后还有一个双呢 双指的是什么 穿屋 草屋 刚才我们讲过双屋 这块就不再赘述了 贵枝也讲过了 关键的是清风疼 清风疼 对 去风湿 通经络 立小便 其实它还真的挺特殊的 它在我们治疗类风湿里边 目前为止 应该算作我们中药里边的 免疫抑制药 也就是相当于西药的 这个免疫抑制功能 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提取出来了 叫清藤碱 它有抗炎杀菌 所以刚才我说过 咱们的这个是一个 无菌性的炎症 毕竟是炎症 那么它有抗菌消炎的作用以外 同时它可以去风湿 我们中医认为炎症 是一个是湿邪作祟 还有一个是热血 它能力小便 就可以清理好多湿热 所以有一些 关节红肿热痛的患者 我们用清风疼治疗以后 它的肿痛症状改善 是非常明显的 这我看这个量 是不是也是一个外肤的用量 是的 我们的外肤用量 吴家皮呢 它可以温晶通落止痛 防脊呢 它可以消肿 沥水消肿 所以呢 对于关节肿胀 效果比较好 细心呢 通落止痛 墨药实际上源自于原来的西域 外用起到的就是消肿生机 活血止痛的效果 我们用10克 咱中医里面讲 用药如用冰啊 各位看我们这一个药方 这一套排兵布阵 那真的是攻守兼备 可以说面面俱到了啊 是 但是也正所谓养兵千日 用冰一时 到底好不好用 咱们来实战 试验一下 好不好 李阿姨 咱们体会体会 怎么样 来 又请 主任 您可以说一说我们怎么操作 还是原来的两个20 您还是继续先煮20分钟 然后呢自己泡洗20分钟 比如说啊 咱们这个毛巾站着 然后您可以撩往手腕 现在您主要是腕子不舒服 是吧 对对对 您哪只手腕 右手腕好 您可以先拿这小毛巾 然后呢这样子 先敷 对 您可以沾点水 等到烙滚以后 比如说那个水温 适合您泡进去了 您就可以泡进去 然后拿着小毛巾 也是沾着水 敷一下腕子 效果最好 就是最好是这个水 能够没过手腕是吗 对 但是呢这样的话呢 这个盆啊有点深 其实能够用点瘦瘦的 那种木桶式的那种 您把它放进去 然后呢稍微泡一点 撩一撩 就效果就好了 完了以后呢 慢慢地您看您的手 开始颜色就开始 有点变了 有点红 冲雪了 你们红了 然后呢这样就 基本上能达到效果了 您慢慢地再把它泡进去 就行了 主任这个药效的这个判断啊 比如说这个药包 也不用一天一换是吧 不用 可以两天一换 对 感觉跟刚才那个药 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这好像更有点那种 怎么说像那种薄荷味似的 是这个墨药的感觉吗 有 墨药的香窜力量 是比较强的 就好像更刺鼻一点点 对 所以呢 这个方子比刚才的方子厉害 对 然后咱们俗话说叫厉害啊 我们管它叫俊猛 俊猛在哪呢 一个呢是活血通落 驱风除湿 解毒 想问一问我们李阿姨怎么样 我们也套了一会儿了 好多了 感觉确实好像这个动作幅度 可以大很多了 大了 是吧 主任 咱们这个可以每天都泡吗 有没有什么疗程 一说 如果要是有持续的症状的话 我们建议每天都泡 然后呢 疗程呢 七到十四天吧 如果症状不明显了 一个星期 两到三次就可以了 阿姨啊 咱们回家以后 慢慢泡 好不好 同样把这个方子 送给您 谢谢 我们的主任 我们店长 亲手教育您 请您收好 我们的轻贵双洗方 谢谢 长泡一泡 好好好 来 请入座 稍时休息 好 好 我们的手腕关节的上游方 已经分享完毕了 那主任 店长 咱们这个腕关节 有没有上游操 我们平常呢 除了要用握力锻炼以外 还有一个呢 就是徒手操 徒手操 对 我们的徒手操可以练一练 这个更厉害了 连道具都不需要了 随时随地练 是不是 对 是的 我们平常有空 就可以自己练一练 好 这个操是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 大家把手搓十遍 搓热 这是一个预热工作 然后对指 第一个动作 对指 大手指 对十指 中指 无名指 小指 小指 无名指 中指 大家要练对指操 对指 对 然后从前往后 从后往前 对指完了以后 我们说的是 打坐这种方法 手 两手并拢 然后手腕子 争取到九十度 对 九十度就行 争取到九十度 也不要再往下压了 对 实际上呢 我们练的是 手腕子关节的背身 翻的那个幅度 对对对 接着练掌曲 手翻过来对齐 对 很多类风湿关节炎的病人 这个是做不到的 第三个动作 我们说的是 这个左右摆手 手部 咱们小臂固定 我们的叫 里外 内 外 然后左右的摆 侧摆 第五个动作 旋转 实际上连续做的是最好的 我们可以做 京剧 陈叔叔 当时您弹的时候 半唱 半奏的时候 京剧的兰花指 连续都翻上了 要做三百六十度的旋转 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好吧 咱们的手操 基本上保持着 把腕子就活动了 就是这样子 各位看 就是一开始 我们先活动活动 琢磨琢磨 然后我掐指一算 觉得此事没有那么简单 我认真地许下一个 关于健康的愿望 然后我等待 一朵健康的小花 绽放出来 是的 绽放出来 满心欢喜 最后再把我这份喜悦 分享给我的一些 好朋友们挥挥手 所以说各位 要是记不住的话 你这个情节 小故事 方便记忆 想问一下主任了 这些动作 确实都不难 还蛮可爱的 这个背后的 中医的原理 都是什么呢 主要是疏通气血 这是第一位的 手三阴经 手三阳经 然后这个都在 循行在手部 所以这个经络的话 阴阳气血 全都照顾到了 第二个是改善 它的关节活动度 第三点 就是加强 关节周围的 肌肉的强度 那我看到 李阿姨刚才有些动作 就好像做得 比较的勉强 不太到位 知道不是您不认真 而是确实疼 做不过去 对不对 没有关系 您可以呢 就是说 做一到两个动作 都可以 然后呢 一定不要强求 我们说的是 不图强求 适可而止 然后呢 不要产生新的损伤 好 那像这样的操的话 我们可以随时做吗 如果要是 我的肋风湿关节炎的患者 我还是有要求的 那么基本上要求呢 每天都要 到这个做到位 然后每个动作 五到十次 这是最基本的 五到十次 五到十次 先做两遍 应该是可以了 好 那今天呢 我感觉我们四位 初创的顾客 初始会员 也是收获满满 是不是 但是似乎好像 还有点意犹未尽 大关节 也有很多问题 所以店长 我想临时 做一个小决定 能不能咱们这个店啊 先别着急 就撤了 咱多开一天 明天我们来讲讲 大关节的 保养 上游 养护 好不好 好 你真会做生意 把大头放后边 所以说各位 明天不要错过 我们的第二期 关节赛斯店 讲的是肩关节 腰关节和膝关节 不要错过 好吧各位 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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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四位嘉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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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